好 好 呃 還不熟啦 但是盡力的用它 盡力的用它 然後 偷打一張照片 好 接著呢 人像 看對於皮膚的修飾 是不是能夠做到一個 適當的一個 處置 好 當我們要做採訪的時候 喂好方便啊 這個翻轉螢幕真的簡直就已經可以 我 我 現在說不太粗話的是 我手刷到好像手刷 但是畫面 畫面好穩的 是的 強大強大強大 也就是說呢 我這次刷到已經不能看了啦 但是 感覺它對於這個 影像上的防手震修飾呢 基本上已經到我要的水準了 也就是說你只要適當做一個單手的這個支架呢 就可以進行這種自拍式的節目製作 自拍式的節目製作 相當的厲害 好 我們現在講到這邊 剛剛錄的就是 4K的畫面 我們先錄4K的畫面 先錄個一些比較不專業的路 因為先生待會趕著要離開 來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是原有總代理的業務 我姓曾 叫仲賢 那很高興呢 這次呢 有機會呢 來自怪機師這邊呢 由BOSS呢 來幫我們介紹這OMD的EN1 Mark II 的 各種 性能操作 在這邊必須再重申一點 過去Olympus在影片這一段 比較軟 它的畫面比較軟 但是今天我看到的成果 基本上就是 用了洪荒之力 就是要在影片市場 重新定義Olympus 如果說你在選擇其他家 的這個機器的時候呢 我不妨建議你 可以看一下Olympus 這一台的4K的表現 我會覺得它的 方方面面的設計 都很到位 握感也很好 然後如果能夠有機會 我希望搭載到穩定器上去 看看這個 五軸加上一級防手震鏡頭 是 那會出現什麼Shun啊 這個 這個 感動 一 十二一百 我可以講一件事情 Olympus貴嗎 其實還好 但是 如果搭一顆好用的鏡頭 變焦的部分 又能夠 範圍夠 這個 大概已經八倍多了 十二十大概八倍多了 這樣算起來是幾倍你知道嗎 二十四到 二十四兩百 二十四兩百 二十四兩百嘛 等於 沒關係 大概是八九倍啦 八九倍基本上夠用啦 等於兩百端 二十四端 那 如果說你對於 這個二十四不夠的人 你可以再加掛 加掛廣角 拍照就不適合啦 拍照加掛廣角 有些人要玩放大的人不適合 但是錄影的話 你加掛廣角來拍攝 我認為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最後跟大家講 他這一台機器呢 我只能用 就是說 平常在玩的這個 攝影機 從 FS7 55 5 這一類的機器呢 來對應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 這裡斷一條